HELLO 歡迎來到生皮C5度 我是Banman 費城人領袖Brice Harper回歸有愛之邦期滿一個月 天生神力般的打出了WRC Plus 136的高檔表現 讓人不敢置信他是個修賽季才動過TJ的打者 不僅大幅超前原先最快6月底回歸的進度 甚至連一場小聯盟復健賽都沒打 除了Hopper令人敬佩的拼戰態度外 費城人不上不下的戰績或許加速了Hopper的調整速度 在Hopper回歸前的30場比賽中 費城人只拿下15勝15敗 在強敵環四的國聯東區 五成並不是個及格的數字 原先勇士級大都會在開季前預測就排在費城人的前頭 連今年運氣爆棚的馬鱗魚都棒打落水狗 壓在去年國聯冠軍上頭 費城人如果想再度衝擊季后賽 急需領袖Hopper的回歸凝聚球隊益助火力 然而就在Hopper回歸後 費城人猶如球迷期待地找回去年的氣勢嗎? 答案是完全沒有 在Hopper回歸的27場比賽中 費城人僅打出了10勝17敗的成績 甚至在近期的國東內戰被我大都會橫掃 苦吞6場敗戰更顯得Hopper鼓掌難明 今天就讓我們來聊聊費城又一個慘烈的開局吧 去年在世界大賽與太空人大戰6場 雖未能捧起冠軍金杯 但堅定了老闆對於花錢衝高天花板的策略 就如同他在2019年加入Hopper競爭行列時提到的 就算花的是Dumb Money也沒有關係 大力花錢補強與目前執掌費城人大旗的 Dev Dombrowski一拍集合 球賽機由大撒幣接連補入多名大咖球星 首先瞄準自由市場上的四大遊擊手 以11年3億美金簽下Tree Turner 補上一直以來頭痛的遊擊大洞 再以4年7100萬找來工作馬台灣Walker 並大力補強了Craig Kimbrough Gregory Soto Max Tran 等牛捧戰力 也不忘以經濟實惠的1年1600萬 執行了王牌Aaronola的選擇權 團隊行資再度創新高來到2億4400萬美金 僅次於大都會、養雞、教室 持續補強加上去年Underdog的強勢表現 季前也預期會拿下外卡資格在戰機後賽 但截至目前為止的戰機 好像從最後一名往上數還比較快 到底為什麼花了大錢補強 電梯依然向下呢? 靠著過去幾年在自由市場採購頂級打者 加上少數挨過自家嚴苛農場存活下來的球員 費成人能夠排出一條極具長打威脅的打線 雖然去年WRC Plus 106僅排名在聯盟第10 不過棒棒都有辦法把球尻得老遠的爆發力 正是去年挺進到世界大賽的主因 今年在簽下Tree Turner後 這條打線可以說是如虎添翼 就當球迷看Tree Turner在經典賽狂轟猛炸的表現 以及Elec棒休賽季掛上了10棒肌肉 力球長打再進化的消息 新賽季的費成人十分讓人期待 可惜好景不長 一直以來提供穩定長打的Race Harskins 春春時弄斷了左膝前十字刃帶整季報銷 費成人不得不將棒移往一壘 三壘的空缺則主要由Amando Sosa補上 一來一往之間長打火力血肉了不少 攤開數據來看 目前費成人的團隊WRC Plus 97排在聯盟第19名 但得分237只排在聯盟第24 關鍵在於低迷的得點權表現 和前一支影片提到的教室可以說是難兄難弟 縱使小將Bryson Stott Brendon Marsh打出了Breakout表現 Nick Castellanos反彈打出WRC Plus 130的火力 但其他明星球員們的低迷 讓費成人的打線遲遲串聯不起來 頭號戰犯是近三年攪出有機手最佳火力的Tree Turner 在今年加盟費成人後陷入了生涯大敵潮 X-WARBA是慘淡的2×79 已經無法用運氣差就蒙混過關 今年的三陣率來到新人年以來最差的25% 大幅上升的三陣 反映了Turner近年不斷上升的攻擊慾望所帶來的隱憂 打從2021年季中轉隊刀到期後 Turner便開始更積極地出榜 進一步推高他的進攻表現 只是與此同時 去年對好球帶以外的揮空率來到36.4% 加上同步下滑的Contact明顯是個警訓 今年Turner在本類版的機率更加惡化 All Swing一局來到41.2% 加上生涯最爛的Contact表現 打擊可說是完全走中 此外,嘗試拉高仰角的策略看來是角網過正 雖說拉高仰角可以製造長打 但Turner本身不是以強擊球高拉打率文明的打者 這樣的改變反倒是製造了更多無效的內野飛球 本類版機率的惡化加上打擊策略的失敗 一口氣反噬了Turner原先優異的進攻表現 而去年雙雙攪出全明星表現的JT RealMuto Kal Schwabert 今年同時熄火,這對費城人的打線造成嚴重的打擊 Ruomuto去年才打出了生涯最佳的攻擊表現 20轟20道堪稱是當代最強捕手之一 只是今年的急球出速卻來到生涯低點 Schwabert雖然面臨X-Worbar的下滑 但已經是幾位低潮球星中最不需要擔心的 往年慢熱的慣例讓人對他還能抱有期待 總結來說,費城人不及格的打擊問題出在三位主力球星的低潮 加上年年穩定輸出的Hoskins整季報銷 無疑是雪上加霜 不理想的打擊狀況甚至在Hopper回歸後直線墜落 回歸前團隊WRC Plus 104回歸後跌落到WRC Plus 88 只能說這樣的團隊打擊讓奮力一搏的Hopper情何以堪呢? 過去我們提到費城的投手 第一個印象一定是收拾保證的火牛 但今年大肆補強牛棚搭配原本的老班底 牛棚雖不到頂尖但稱得上是值得信賴 四次的救援失敗是目前聯盟最少的 當然贏不了球何來的救援失敗呢? 在Craig Kimbrough, Serrani, Dominguez 逐漸回穩 牛棚可以說是相對放心的一環 投手端主要的問題還是在先發投手身上 目前團隊先發的防禦率5.16排在聯盟倒數第6 但FIFT 4.16顯示費城的先發普遍運氣不佳 有蠻大的下球空間 不過與去年的成績相比 確實存在不小的落差 間接說明了費城這條輪子 還是有疑慮待機 落差最大的當屬去年的 國聯賽洋獎熱門Aaron Nola 截至影片製作當下 交出的是生涯新高的被全雷打率 以及新低的K9 幾乎變成了吃局數的工作碼 主要的問題出在 速球系列球路的狀況不佳 不管是四縫線 升卡球的球速都比去年下降了將近一英里 特別拿來對付誘打的升卡球失靈 導致Nola今年面對誘打時顯得格外辛苦 波把和長打率雙雙寫下生涯新高 雖然5月嘗試改變配球模式 拉高取球的使用比例 但尚未收到效果 只能期待Nola趕緊找回手感 而另一張王牌Zek Wheeler則是屬於運氣不佳 ERA和FIP之間有著巨大的落差 其餘成績反倒讓人有重回生涯年的感覺 今年加入Sweeper對付誘打 這顆Sweeper有著38.5%的揮空率 讓Wheeler對誘打的三陣率 來到生涯新高的29.8% 面對左打時 將滑球丟在打者內角高的位置 與丟到相同位置的四縫線訴求成為很好的combo 總結來說 Wheeler是兩張王牌中相對沒問題的那位 甚至看好這位年滿33歲的老將 還能再創巔峰 其他先發的部分 去年表現不錯的Ranger Suarez 今年從商兵名單開季 5月中回歸的表現也差強人意 但ERA 7.13,FIP 4.02 還是有下修的空間 修菜器買來的Taiwan Walker 不意外攪出了生涯最爛的成績 12場先發僅持下57.1局 一半的先發場次連5局都丟不滿 而且看不出有什麼運氣差的成分 就是真的爛 當然Walker這樣的表現 完全不符合他的合約 總結來說 雙王牌的表現不如去年生猛 3號先發 Suarez 商譽後還在調整狀況 修菜季補償的Walker 令人大失所望 而原本預計要扮演5號先發的Belly Folter 已經被下放 臨時代班的Max Tran 儘管表現不差 終究不是先發底 續航力並不理想 種種因素導致費成人的輪值 遠比去年遜色不少 費成人本季到目前為止的表現 著實讓人失望 目前進到肌肉賽的幾率 僅剩下21.3% 明星野手與先發的表現持續低迷 就算領袖Brice Harper強勢回歸 只不過是陷入孤掌難民的窘境 不過費成球迷還是可以抱持一些期待 我們翻開去年同期的成績 會發現 WRC Plus也只是平均左右 而今年的97差距不大 主要還是去年得點圈打擊率高居聯盟第三 而今年的倒數相距勝遠 不過也別忘了 去年4-5月的費成是什麼鳥樣 單靠進入夏天後的催孤拉朽 依舊能擠進外卡的行列 大家覺得費成人要複製去年的驚奇 需要哪些改變呢? 1-再炒掉一次總教練 2-大刀闊斧在機中進行補強 3-只要先發與打線都找回狀況 就可以再次衝擊季後賽 歡迎在留言區留下你的答案 那我們是生皮C5度,我是Banman 我們就在下一支影片再見囉,掰掰!